大家好 芬芬小煮意又和大家見面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道我很喜歡吃 亦都很惹味的金針雲耳蒸雞 我們首先看看我們的材料 這裡有一隻雞 10元的金針雲耳 我們要把金針和雲耳浸淋 另外焗金針 頭和尾都要剪一剪 另外有5隻冬菇 浸軟然後切開 這裡有5粒紅棗 去核切片 也需要蔥段 薑絲 這些材料去泡製這道很惹味的 金針雲耳蒸雞 首先要醃雞和冬菇 洗淨雞後要吸乾水 要不然還未送就會太多水分 下半茶匙鹽 3茶匙糖 薰薰衣是用黑糖的 用砂糖也可以 1湯匙蠔油 2茶匙生抽 下適量的胡椒粉 醃雞腱一定需要的就是紹興酒 醃雞腱 酒多一點不要緊 蒸的時候會揮發 首先攪拌一下雞腱 先攪拌一下雞腱 因為雞沒有皮 因為分分的肥 大家可以吃得健康一點 把雞皮去掉 攪拌了調味後 下1茶匙生粉 麻油 再攪拌均勻 醃好雞腱後 要處理冬菇 在冬菇裏面 要加2分1茶匙糖 加些麻油 拌均勻 也是醃半小時 然後就可以把所有材料拌在一起 醃好雞腱後 在裏面要加入紅棗 薑絲 蔥白的段 先放下 讓它蒸的時候會比較香 還有金針 冬菇粘 還有雲耳 拌勻 醃好雞粘後 放在碟上 盡量平擺 不要重疊 蒸的時候可以縮短 記得水滾才放進去蒸 用中大火蒸 這碟大概要蒸18至20分鐘 蒸熟後 記得要加蔥粒 記得要水滾才放進去蒸 用中大火蒸20分鐘 金針雲耳蒸雞已經做好了 之後放些蔥粒 同樣煮法 蒸雞翼也很好吃 大家不妨嘗試一下 一點也不難的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